倒沟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菜園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蚊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 预防更额热清除自身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 您现在收看的是 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笔财竟在运通 全国的庙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 即时解盘节目 有打理我香味三十分钟的一个心 每天台股高姿态 整理价格我不想如何布局的 把每天这一点钟即时解盘 节目看完对你的操作 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昨天台股涨了六七点 目前台股涨了大概三十点左右 两天涨了一百点 那今天上涨成样目前只有四百九十而已 预估量再加个一百亿左右 大概六百亿而已 所以你看到这两天台股 虽然上去成样都不大 这就是一个高姿态整理架构的一个动能 所以行情的脉络 我解读的相当清楚 我这次的一个台股来到九千三 不会像之前九二七八 这边五天又摔掉三百多点 不会啦 你看筹码的一个稳定度的一个现象 你就知道吗 整个融资预约的角度 是不是递减 是不是递减 既然递减来到九千三 我说不会像上次这样子 五天三百点不见嘛 那既然不会这样子 所以上礼拜五 你该做出什么动作 千夜逃妙 回顾一下 上礼拜五跌了一百零四点 我有看坏台股的后市吗 我会告诉你 这个盘位往下俯冲吗 既然是一个高姿态整理 我给你策略很明显 大盘击杀 敢跟我布局强势基尤股 那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我希望同朋友 你要做出对的一个动作啦 对上礼拜五买什么股票 昨天我已经公开让你知道了嘛 上礼拜五买这档3666的光耀嘛 对 支撑手的很漂亮 基本面又棒啊 我选的股票 非常的机优啦 品质的一个保证嘛 所以上礼拜五 我布局一些个股啦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上来 整个上礼拜五的光耀 8月营收成长35%嘛 记不记哦 支撑手的那么漂亮 形态真的不错啊 你要敢跟我买啊 上礼拜五的大盘是中错一百零四点 光耀 十零二十五分 营收成长35% 支撑手本三十块半以下就买了 当时候价位在 三十点四你去对时对价 三十块半保证定成交 因为尾盘收几块钱 收三十点四五啊 怎么会买不到 我会在这边最低点话 跟确认说买最低嘛 这件事我做不错嘛 因为会员在看我的电视 跟我对时对价嘛 所以你看到上礼拜五 运用是大盘击杀 布局强势集合股 结合昨天大盘 涨六七点嘛 光耀盘中大涨七点四% 是不是强势跳功 没有错吧 马上礼拜五这个位置 安全 可靠 又可以赚到不错的一个利润嘛 那今天光耀 回档 下来 不管我今天有没有告诉委员 做调节 你上礼拜五跟我买的 你是不是都贪钱 没有错吧 所以行情的架构 不难啦 同庙 不要被短线大盘的起起伏伏 而影响你的一个策略嘛 这个多礼拜 大盘指数空间不大 涨一天跌一天 涨一天跌一天 那就是这样 就要洗来洗去而已 对 如果礼拜五 这根长安一把股票卖掉了 那这两天你怎么办 这两天你怎么办 跟我重新布局强势肌肉股 我当然知道上礼拜五有些人 把他手中的股票 几乎卖在最低点啦 看着拨在路 我为什么在上礼拜 就告诉你 不会像之前这样跌掉三百多点 我就要帮你打预防针啦 有没有 在上礼拜一啊 台股是不是跌九十点 我就跟你讲 不会像上次这样 五天跌掉三百多点 给你预防 的一个动作 就希望在上礼拜五 你要出手买股票 不继续杀低股票啊 我拜他就这样跟你讲了嘛 这盘高支带整理啦 不容易急杀啊 所以上礼拜五 买这一个官邀啊 昨天就跳空大涨七%以上 这样是不贪钱 是不是 那至于这档 可乘的一个架构 我们在上礼 9月14号 248买可乘 带量过警线 所以9月14号的可乘 可以买在248 很漂亮的一个进场位置嘛 应该记得吧 9月14号啊 带量过警线嘛 所以可以买啊 9月14号的可乘 就买在248 买在248的可乘 我在9月22号 上礼拜是268卖出嘛 这样一买一卖 20块钱落袋 很清楚吧 248到268 这样不是20块 买个资装20万啊 很轻松愉快啊 那我9月22号 268卖完之后 26号 跌到256 那是不是差了12块钱 我说可以接回了吗 可不可以接回 29号 他上涨 我肯定告诉你 我当天还没接回啊 我不会因为他涨上去了 就告诉你我接回 没有 我没有带会员做的事情 我电视上不会这样讲嘛 因为会员在跟我对此对家看节目啊 我真的不能亲切讲讲的 好不好 亲切讲的 就被会员吐槽啦 对观众也容易看破手脚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礼拜四的可乘 上去 我说我还没接回啊 那礼拜五呢 可乘 跌下来了 跌到254.5 当天大盘 击杀了 104点啊 可乘可不不买 我在26号跌到256没有接回 29号告诉你答案就是还没接啊 那30号呢 撒到本破段的低点啊 30号这一天嘛 撒到本破段最低的254.5啊 那可不可以接 对不对 其实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整个可乘的一个架构 当大家回撤颈线 我当时要突破颈线下去买嘛 对 那现在回撤颈线可不不买 我当天有没有告诉过你 如果你高点有跟我减码可乘的 在268啦 那现在股价来到本破段的低点 差了快14块钱嘛 那对我们会员来讲 胜算的机会是不是更大 那回撤颈线要不要买 我们待会买 上礼拜五的可乘 10点18分 已经回档8天 8天就要转折 256附近接回 10点18分的可乘股价在255.5 你记对时对价 256轻松低接啊 当天大半数跌了104点啊 上礼拜五要买股票 9月30号 9月30号的台股跌了104点 你有没有跟我买 光耀 买了就跳空上去了 你有没有把可乘跟我一起做接回 昨天可乘还有更低点啊 昨天可乘最低跌到251啊 我在上礼拜 就利用大盘跌了104点 把可乘做接回的动作啊 计算一下是8天转折 从这一天开始嘛最高点 12345678 8天叫转折 转折到了利用大盘击杀 接回 大盘跌了104点上礼拜的可乘256接回啊 我卖几块钱的 我卖在268 256差了12块钱啊 轻松低接啊 因为已经回档8天叫转折嘛 很清楚的一个脉络 那今天可乘股价几块钱 最高262.5啊 这样有叹齐吗 这样有叹齐吗 所以整一个行情的脉络 同样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在电视上 各股的买卖点 有时候我会当天就秀了给你知道 我当天有时候不公开啊 那其实目的原因就只有一个 保护我们的会员 尊重一下我们会员的权益啦 对 我当分析师 当务之急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照顾好我们的会员嘛 虽然当时候 当下 当天可能没公开我的买卖点 但是你看到我 节目流程的分析 你应该可以看出端倪啊 是不是 可乘 我高点会卖 下来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回测锦线嘛 回测针跟钟长虹的位置 是不是可以做承接 我这样跟你讲过吧 你应该听得很清楚啊 所以 整个一个可乘的脉络 今天谈到几块钱 谈到262.5嘛 我已经告诉你了 他这次上去 我认为27.5不会过了 我先跟你讲结论 原因在哪里 传政港会介绍 好不好 因为很多分析在看我的节目嘛 那我当然要留一手 给我们的会员 所以我只是 很明确告诉你 这次可能上去呢 他不会一次就过271.5嘛 我只能带到这样子 所以 这个行情 会很难吗 这两天涨得快100点了 你又被上礼拜五的 104点下猪场 你如果被下猪场 真的很可惜 但是不要一错再错 不要一错再错 这种盘 当然是做多比较有胜算 不要随便去放空啊 放空容易被嘎嘛 台股的筹码是越来越稳定啊 这两天怎样 多五六百亿啊 他还能涨耶 这筹码不是稳定 不然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今天 目前台股 涨28点了 今天立志我有买 几点钟买的 9点43分 立志 8元收金领度新高 年成量高达42% 我觉得股票基本面就是那么强 23.8以下就买进 9点43分你收到我讯息挂23.8 可以乘加几块钱 可以乘加23.6 你去对时对价 今天23.6买立志 保证一定买得到 你去去看这个量价的分析啊 看那个时间价格的一个分析表嘛 保证一定成交 你去对啦 有没有上去 这个位置9点43分 9点43分 23.8以下买 在10点钟以前都在23.8以下 所以很轻松的买得到 买完之后会亮灯啊 这我们今天切入了一个动作啊 对 这是什么形态 这叫打道支撑 是一个记录点嘛 今天有攻击量出来 当然要进去啊 当然要卡位啊 还在卡起 卡起你就忍不住了啦 所以这个行情 如果你现在跟错了 做错方向的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休息一下 再回到前面现场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对家力气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这个不打入区专线 赢了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平了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哦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睡病 徐犯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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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29号的一个王家366我还在买 我们不会错失了任何一次可以赚钱的机会 如果对这张股票的后市 我认为胜算机率超过九成 我会不停地告诉会员进涨进涨再进涨 加码加码再加码 因为机会是我们贪的 这是我的研判 那我这个研判当然是有我的考量 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你就知道王家346接位 358买 366还在买 不停地做承接 从8月31号的一个整理末端 进场346接位 358再买 包括我上礼拜四9月29号 366我还在买啊 讯籍我也让你知道啊 9月29号上礼拜四的王家 形态跟新天亮 很肯定告诉你他还有高点吗 要不要买 366当然还是可以适合的一个做记录点 级高票 你如果知道说 他还会去 你今天要买吗我问你 买吗 纵使晚一点参加会员 你346没有买的 358没有买的 我366一样带你买啊 这笔单一样创造20块钱的利润啊 对吧 9月29号上礼拜四而已啊 对366还在买第三方之五的王家 那王家的一个题材 相信我对他的一个操作 老观众 老同学应该很清楚啊 几乎功无不克战无不胜啊 进去就是要赚钱啊 那因为他第三方支付的一个题材跟基本面 所带给他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获利啊 王家的基本面 大概可以创造一个股本嘛 那国内第一个拿到第三方支付 执照的就是王家嘛 那对岸的一个马云 你看他的淘宝网 是用他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第三方支付系统在 所谓的一个付款 光是中国大陆的杭州市 大概有八九成以上的民众 那种习惯第三方支付的一个架构 刷卡很方便啊 付款很轻松啊 是不是 先拿大货再付款 那不是很好 所以整个王家的一个 基本面跟题材性 其实我在之前布局 他的同时 已经介绍很清楚嘛 所以呢 三四六 三五八 三六六的一个买进的位置 所带给会议的 是一个非常大的获利空间 米白一昨天 創新高嘛 我三八六挺立卖出啊 昨天最高点三八九啊 还记得我上次的卖点 这四十五块钱的一个价差 是卖在三八九 没有错吧 三八九是八月九号前波段的卖点嘛 那昨天你看 嘟嘟啊好 来到三八九就不敢 越过这个雷池啊 代表三八九以上是有反押的嘛 那三八九昨天没办法过 那我三八六就挺立卖出啊 昨天的动作 九点二十分的王家创高 三八六附近卖嘛 当初王家股价三八七你去对此对价 三八六一定成交 轻松的落贷 我已经讲过了 我喜欢在大盘 上涨 股价 冲高 做减码 因为可以卖在一个相对高点 可以卖在比较漂亮的位置啊 而不是大盘 急杀你胡乱砍股票 你如果上离拜五 大毛路一百空气店 你去卖股票 就都砍在最低点啊 有没有 有了举手 举完手之后赶快打电话进来 看如何处理你的问题啊 不要每天看到大盘 涨涨跌跌 你的股票被洗来洗去 不知如何是好 无所适从 不要当盲目的苍蝇 那一头撞下去很容易粉身碎骨啊 你要有一个方向感 这盘会怎么走 难道我解读的不够清楚吗 高智在整体架构 急杀是买股票时机啊 今天一周 大盘跌了一百零四点 我在盘中节目 一点钟这个 即时解盘节目 也没有告诉你清楚的一个方向跟策略 所以你看我节目是有收获的啊 对不对 所以礼拜 整个网家冲高嘛 386麦啊 因为最高是389嘛 还没办法过我上次的卖点啊 代表这边是有压力嘛 所以要停利啊 所以386麦出了网家 346接回的 那几块钱 40块钱啊 346到386 那不40块 那358的 到386的 这样有28块钱嘛 那366买的 到386 这样也有20块钱喔 而且这个上礼拜四买进的位置 对 到昨天这个位置 三天的时间而已喔 366到386卖嘛 三天的时间20块钱耶 买个十档20万 轻松落贷 对 我是会带会员 卖股票的分析师啊 不是每天那些社会标色不停 买不停 如果每天只会买股票 对 买个十档20档 当然会有涨停板的啊 但是 这样的一个操作 会让会员唾弃啊 会让会员抱怨嘛 我哪有那些资金 买个一二四档的股票 那不是 久了之后也会被电视观众朋友 看破手脚啊 所以我们对会员 一个持股坚持 三档左右 两者做股票 两三档就有够了 最多一档要做什么 最多一档 代表你 之前旧的都没有处理嘛 才一直买新的嘛 你那么多资金去买新的 所以 常常两句招比就是这样嘛 所以呢 会员持股党数 两三档的坚持 所要带给他们的是 集中火力的一个效果嘛 这样贪不才会实质 这样不才真的买得到 是不是 所以整个一个 王家昨天386卖嘛 结果尾盘几块钱 尾盘也是大涨啊 382嘛 那今天王家 目前383啊 他也没有马上下来啊 因为我介绍的股票 基本面都非常的棒 纵使我卖掉之后 有时候还有高点啊 这是你看我节目 很好的一个优点啊 对 我卖完之后如果还充高 你还可以卖在更高的位置耶 所以做股票的一个 操作的过程 低档怎么买的 高档怎么出的 昨天王家 又证明了一切 我们是会代会卖股票的嘛 那今天一个智新 我今天做八档 七十年了我今天有卖 我今天有卖 那我卖掉智新 当然是为了买进新的一档个股啊 就像昨天的王家 卖掉 智新留下来 就是为了买新的标的嘛 所以整个智新的一个操作建议 我今天有八档 我在9月21号嘛 宝可梦龙概念股票的智新 八云收新高 大双底啊 现买现赚 9月21号的智新 9点48分 高速会员68附近买嘛 当初价位67.9啊 你自己对也是对价 是不是买在68 买完之后尾盘收几块钱 收69.1啊 是不是先买现赚 没有做吧 尾盘是不是收69.1 大双底啊 现买现赚 23号还没动 最低68我还再买 26号告诉你还没冲出去 最低68再给你一次上车机会 当然大凡跌90点 你要跟我买68附近 昨天的智新有没有冲出去 冲出去之后 今天落袋 我们动作相当快速啊 该落袋我就落袋 那今天你跟智新 卖掉的智新 买一来一挡个股 盘后节目未公开 目前为止 因为它没有亮灯 所以我暂时不公开 晚上看一下盘后节目 你就知道 我今天智新 卖掉的智新 是买哪一挡 集优性的个股 自己去看 所以对于行情的一个架构 如果你看得够远 看得够清楚 策略对了 节奏踩对了 这个盘指数不动 你真的有赚不完的利润 所以今天包括这一挡 立志我们做的进场动作啊 低价位的股票嘛 9.43分啊 立志 8元说新高 年车率高达42% 23.8以下买 你说到我心情挂23.8 可以成交在23.6啊 你自己对时对价 保证一定成交 今天一个立志 买在23.6附近 买了 目前是锁涨停了 这样大概可以赚半根停板吧 不够半板 赚个45% 很轻松啊 对 这个一个支撑性的一个架构 很明显嘛 对不对 3483的立志啊 所以呢 今天跟我买 现买现工涨停 所以 未来行情 你不想如何掌握住 强势机油股的一个破断利润呢 我来你 直接加入我们的行业 如果你现在手中的问题还蛮多的 交给我 秦阳老师 帮你解决问题 进而创造利润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 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更加力气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你愿不打 入区村县 022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跟他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 最实在 最诚信的 登记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苏家专线 022 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 022 27810909 27810909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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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